好 不过昨天还是有好消息传来 这是我国地实力的病患 他痊愈康复了 那么他昨天呢 也透过录音档来跟外界讲述 自己从确诊到病狱的心路历程 他表示虽然一戏之间和家人 成为了大众抨击对象 但是他并不责怪 他只希望社会以及家人都平安 他也感谢有医疗团队细心照料 以及家人支持 让他坚强地打倒病魔 成为了确诊病狱第二个人 从确诊武汉肺炎的晴天霹雳 到打倒病魔的坚强意志 第十例病患痊愈出院 到处心路历程 一戏之间成为全民公敌 他不责怪吞下所有酸楚 只要周遭亲友和社会平安 幸好有家人支持 有医护人员细心的照料 让他挺过这段黑暗时期 大赞生在台湾很幸福 同时指挥官陈时中也呼吁大众 别把病患标签化 只有真话才能让防疫确实 目前台湾确诊人数 维持在18例 也没有传出社区感染 都是全国上下的努力 大致的谢谢陈时中部长 大致的团队 及所有的 照顾我们的医护人员 谢谢你们 由你们登陶 解锁不到